冯少峰与赵丽颖情捋装 约会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但二人都未做出任何回应 不久前 冯少峰发微博称 看我这么瘦 你们还吃吗 就在冯少峰发微博 一个小时后 赵丽颖发微博称 我的爱是成为最好的自己 你呢 并且配了一张私照 有网友猜测我的爱 难道指的是冯少峰 真的是让人浮想连篇呀 然后就有网友 祈祷千万不要是冯少峰啊 虽然冯少峰的演技有模共度 但傅少峰的私生活真的不敢恭维 最早和妮妮在一起 后来是姓女郎林允 而且还和杨幂 顾碧婷等女性 都有传过绯闻 绯闻女友患得比接戏都快 赵丽颖一直在事业上打拼 好不容易从小角色成为今天的实力派女神 如今事业有成 可千万别遇到烂桃花 由于近年来赵丽颖红火 事实非非也就开始多了起来 尤其是恋爱绯闻这方面 赵丽颖几乎每出一部新剧 外界就会将和赵丽颖搭档的男星 和他产生到真人配对 比如之前赵丽颖合作过 老久没能成问题 还比如与赵丽颖合作过 古今奇谈的李一峰 以及前目前有说关的 主角撞中的林更新 都曾和赵丽颖传出过恋爱绯闻 而赵丽颖自出道至今 似乎只有和陈晓有过一段 还没有开始就结束的恋爱 其实赵丽颖接受媒体采访时 被问及近日时间和冯尚峰的绯闻关系 赵丽颖表示 如果对我能少一些这样的配对 可能对我生活来说会多一些空间 可能对于绯闻 他也感到很无奈吧 不过他的回答让网友吃惊 既然氛围产生到 没有空间的地步了吗 但又让粉丝们放心下来 不是冯尚峰就好 可能在赵丽颖心里 事业要远远高于爱情吧 目前赵丽颖正在为 10月即将开拍的大剧 G否G否应该是绿飞红兽做准备 G否的制作团队指导 由红红亮带领 他们曾成功打造出 电视剧欢乐颂蓝牙版《伪装者》 更是引发现象级的 全民追剧浪潮 俗话说人红是非多 跑得太快也会跌倒 红得太快更会让人红眼 赵丽颖这几年的成长速度 已经深深威胁到一些明星的利益